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我们教他帮忙的常客 我们的前校长吴崇宇 吴教授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宏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欢迎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 吴教授的一个生物转益医学研究中心 我们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合作案 那帕金森症我想是 现在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病症 那我们周围也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陈医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上面 有什么可以再继续改进的一个空间呢 是的 身为一个治疗巴金森症病人的一个临床医师 我们不断地在追求一些能够改善病人他的病情 还有生活品质的一些治疗方法 不管传统上的一个药物治疗 或是目前针对这些严重型巴金森症病人 他的一个生部脑刺激的这种治疗方式 虽然能够改善病人他的一个生活品质 还有一个动作的状况 但是他都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说这个治疗并不是完美 而且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希望发生的一些副作用的产生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让我们对病人病情能够达到更好治疗方式的一个 避回路生部脑刺激系统 我在2004年到法国Granobo 追随发明DBS的Professor Benabit教授 来学习帕金森症病人他的治疗 那那时候Professor Benabit就告诉我 他说台湾是举世文明的一个高科技党 所以如果能够对将来治疗 帕金森症病人能够做出更好的发展的话 我相信要结合医学跟科技这两方面的话 这个机会我想是非台湾莫属 是 刚刚讲到就是说台湾应该把Dial ICT做一个整合 这个是台湾最强的优势 这个非我们吴校长莫属 因为吴校长已经做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研究 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胖胖认证 我们目前研究的进度跟我们未来的一个展望 好的 当初陈医师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团队非常高兴 我们生医电子转移研究中心在交大里面 就是以神经系统的医疗器材为主 作为我们医疗器材的发展以这个为主 那陈医师他有很多很好的临床经验 而且他本身也一个神经学专家 所以跟我们合作我想会加速我们来发展 避回路的脑刺激在帕金森症的治疗 那在Close Loop这方面会用我们台湾的专厂 在半导体电子IC把它做成一个单晶配系统 那一方面可以从生物标记里面侦测病人 知道他帕金森病要发作了 然后我们就展开电的刺激 然后希望他能够恢复正常 那我们希望做好以后能够有更好的性能 更帮助病人 然后我们再请陈医师把我们系统做临床实验 希望能够在三年内就可以开始做临床实验 然后就变成一个产品 是 好我想这个对帕金森症的病人来讲 可能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新的治疗方法 因为台湾25岁以上的老人有100位里面就有余位 所以我们台湾就有300位的这些老人就有3万人 那3万人又有3万个家庭背后的家属 可能大家都很期待这样一个新的治疗方法 我们很期待帕尔ICT做出最好的一个整合 那我们也希望台湾的不管是电子业或医学界 但是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交流 让我们这个病人能够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接受我们访问 也谢谢这个加大帮忙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我们加大帮忙要帮大家的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